哈喽,我是板板 今天我要用一支视频来为你彻底解析气风 气风是我最喜欢的蛋糕的种 它口感松软清新 之前有些吃过我做的甜品的朋友都会问我 啊,气风怎么做 那这里呢,都是一些我一直没有舍得公开的内容 也是我长期对自己制作的甜品饱含自信的原因吧 今天我就逐通倒豆子全部都分享给大家 当中的一些tips呢 都是我自己实践经验操作的总结 气风的好坏并不能以它抱头和不抱头来判断区别 我们只要观察它的组织气孔 还有它的高度,口感,入口即化 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气风 烘焙的道路上呢,主要有两座大餐 一个是气风蛋糕,一个是马卡龙 当你攻克了这两样之后呢 你其他的配方和品种都不会难得到你 因为这两种食物的制作都非常能够考验你 对烘焙材料性状的一个了解 那通过对它们的熟练掌握 你也可以从此彻底的了解 烘焙并不是把配方食材 毫无灵魂的机械的组合在一起 气风的做法呢 大体可以分为先蛋法和后蛋法 通常会使用先蛋法 在制作鲜奶油生日蛋糕之类的蛋糕 以及早餐使用的气风蛋糕 我都会用先蛋法 一型蛋糕比如说之前我发视频的 抹擦炒莓蛋糕就是它是那种半圆球形的 还有就是纸杯气风蛋糕 那我都会用后蛋法来制作 连它这样的话它的蛋糕的韧性会比较足 这支视频呢我通过解析一款气风的详细制作过程 来举一反三的说明其他我经常会用到的气风配方 以及它们的差别 接下来呢我会用早餐的时候 经常会吃到的香蕉气风蛋糕 来为大家进行气风蛋糕的制作过程的解析 那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式气风蛋糕 是来自于清井葱子它的经典配方的一个变形 日式气风蛋糕呢比较喜欢采用中空的烟葱膜 还会追求一些爆头的效果 但是这里我要画一个重点 就是气风蛋糕的制作是不可以使用 带不粘涂层的模具 因为不粘涂层呢它会严重阻碍气风蛋糕的高度的增长 那我使用的这款气风中空烟葱模具呢 是远腾上市的17厘米的 普通的气风模呢我用的是article 6寸的 这支模具在我手上已经超过了7年了 模具的选择呢建议大家不要看图购买 品牌和品质是首选的关键 在工具和模具的选择上 我更加建议是一步到位 所有标准配方当中的鸡蛋呢 都是指去壳后重量62到65克的鸡蛋 也就是在北美地区标注为jumbo size的鸡蛋 至少呢你也要使用去壳后重量为55克以上的鸡蛋 所以土鸡蛋呢并不适用于烘焙 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口感的体验呢 我认为红皮的鸡蛋比白皮的鸡蛋 它在蛋糕的制作和口感上呢要更优异点 我们制作气风蛋糕的所有的工具和容器都需要是无水无油 因为鸡蛋把它最害怕油 其次就是水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就在一切的操作之前呢 先把材料都根本别类称量准备好 那你一旦熟练之后呢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可以通过电子衬的去皮功能来往里面添加材料 这样也简化了你的制作过程和后续收拾的一个工程量 我通过自己的经验 还有我也问了一些其他的喜欢做烘焙的朋友 就是熟手 在同时制作两到三只气风蛋糕 实际操作时间都不超过10分钟 程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给烤箱来预热 这里呢你一定要确认你的烤箱的温度是准确的 以及这个烤箱能够保持这个温度的稳定性 在这里呢就是我也要说就是有的朋友会跟我说 买买你给我推荐一个烤箱吧 可是我想说这个答案真的不是说 你就这一句话几个字这么简单 你要说你的预算 你的存放空间是多大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你的烤箱的选择 和学制作烘焙的成品的效果 在这里我就再提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性经验 因为我对电气工程学并不了解 那我认为就电气的功率 它肯定跟这个温度的准确性相关 它的密封性也是非常重要 在北美地区呢 大家通常都是使用这种如照一体的range 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门的用材和它的密封工艺 一些就是之前我看过的一些小烤箱 它都是很简单的一层就玻璃纤维板 它那个烤箱门关上之后都有缝 那这样的话肯定它的温度是不稳定的 建议肯定选择是预算高一点的 然后烤箱体积大一点的 工艺好一点的 那小的烤箱它肯定现在也有一些更新和改进 毕竟我自己没有使用过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感性经验分享给大家 所以由此呢也可以知道 一个烘焙成品的制作呢 配方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 它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制作的用材 制作的工具 制作者的手 以及制作者的脑 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你最后烘焙作品的一个呈现 第一步我们将蛋白和蛋黄分开 蛋白部分不允许有一丝的蛋黄 如果鸡蛋不太新鲜分离 容易出现蛋黄破裂正进蛋白的情况 或者是徒手分蛋不太熟练 最好先在小弯里进行分离 否则可能对之前分离好的鸡蛋造成浪费 分离好的鸡蛋白呢 直接放入打蛋盘 蛋黄的话 如果你用鲜蛋法制作 就可以放入另外一个差不多大的打蛋盆 如果厚蛋法制作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稍微小的容器来盛装 我们示范说明的这个是鲜蛋法制作的戚风蛋糕 在下一步开始操作之前呢 我们先要将蛋白放入冰箱的冷冻格 那这样子是为了蛋白在被打发之后的一个稳定性的维持 那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送上一句我的心经 也许你在之后的烘焙道路上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蛋糕配套玩的就是蛋白打发程度 以及它打发之后的稳定性 以及其他油脂材料的乳化程度 第二步我们开始来处理蛋黄糊 注意在这里是99%的配方和做法不会提到的tips 蛋黄糊的重点就是蛋黄和牛奶以及油的混合 那我们都知道蛋黄当中含有大量的油分 不过蛋黄呢 它这个量不是不太适合给它进行一个升温加热的 所以呢 我通常会使用打发的方法 那很多配方都会教你只要打散就好了 电动打发的过程 它也能够让蛋黄来升温 液体膨胀之后呢 更有助于后续的乳化 油和牛奶呢 是比较好加热的 我通常会通过加热它们 然后再倒入到蛋黄液当中热传递 这样子来提升它们的乳化效果 任何戚风配方的做法呢 我都会把牛奶和油撑在一起玻璃碗里面 因为玻璃碗它的导热性比较好 我即使不使用温度计 也可以通过手感来比较准确的感知它的温度效果 将玻璃碗放入微波炉当中 加热时长呢 你要根据你自己微波炉的功率来判断 我通常是加热12到15秒 达到65度左右的温度 这做戚风蛋糕使用到的油 我通常用的是蔬菜油 或者是低纯度的橄榄油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玉米油等其他油代替 就是不要使用有味道的油 如果说油本身有味道的话呢 就会对戚风的风味有一个干扰 以我的口感经验来看的话呢 那蔬菜油它对这个口感的干扰是最小的 那加热好的牛奶和油呢 倒入到刚刚的打发的蛋黄液当中 再进行混合 务必确认好 一定要混合乳化好了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蛋糕要做的是一个香蕉风味的戚风蛋糕 那就在这一步开始来给它添加风味 一整根香蕉去皮之后 在碗里把它碾成香蕉泥 加入到蛋黄糊当中 将香蕉泥和蛋黄糊彻底的混合 接下来呢 就要在第三步加入面粉了 我一直都使用的是这款 日清的低筋面粉紫色款 它是一个升级版 其他的低筋面粉呢 可能你需要筛两到两次 或者是两次以上 那我使用这个呢 就配合普通的筛网就好了 有的戚风配方会在这个粉类当中 除了有低筋面粉 还会有玉米淀粉 那它把这个玉米淀粉 写进这个配方的作用了 就是为了降低筋面粉的一个筋性 因为玉米淀粉是完全没有任何筋性的 所以呢 我推荐你使用本身品质很好的低筋面粉 玉米淀粉 它就是对这个口感有拉低的作用 你也可以通过使用双层塞网 就是来提高你的效率和效果 面粉塞进之后呢 我们就用这种打格子的方法 来让面粉和蛋黄糊来混合 切记一定不要画圈圈 错误的动作呢 它能够让这个面糊起筋 在烘烤当中的蛋糕就长不高了 口感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完全看不到面粉之后呢 就可以通过这种捞拌的方法 让面糊进行进一步的均匀混合 要用尽快的速度 让我们的面糊达到尽可能理想的效果 那有一个重点就是比起刮刀 我更加喜欢使用蛋抽来进行混合 它能够增加接触面 能够提升效率 那混合好之后呢 就把这个蛋黄糊放在一旁静置 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第一步我们开始来处理蛋白 这个时候呢 把蛋白从冷冻格当中取出 你可以看到蛋白的边缘呢 会有一些的冷冻结晶 那这个时候是开始最佳打发的状态 此时呢 你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要用到的细砂糖 关于糖呢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一旦我遇到有 比如说 我不喜欢吃那么甜 所以我把你的配方量 又减少了多少的糖分 每到这个时候呢 我就很想终止这场糖化 因为我觉得 我和对方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 糖它既是调味剂 又是粘合剂 那作为粘合剂来说的话 一旦减少到一定的量的话 对最后烘焙成品的组织 会有毁灭性的影响 组织不好 也会影响口感 那作为甜味剂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最后在味蕾上 所呈现出来的甜度 会受到操作者手法的巨大影响 所以呢 这样的一句话 只能表明你技术差 那么呢 我也不是不减糖 经过多次的操作实验后 我也看了一些别人的经验 不管什么样的气氛配方 我都遵循 看这个配方里用多少个鸡蛋 每一个鸡蛋 我就匹配9克的细砂糖 我们势力配方中 是用4个鸡蛋 那我就用36克糖 原配方呢 是80克的糖 接下来我要在蛋白的打发当中 讲解一下糖的加入程序 糖呢 是分三次加入 每一次加1 3 这三次加入的时间呢 都是有规律可以循的 那在打发之前呢 还有就是有的地方会说 可以在蛋白液当中 加入一些柠檬汁 或者是白醋 能够提升蛋白的稳定性 那我几乎不用这一招 也做了这么多气氛蛋糕 至少上百个吧 那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那现在开始来打发这个蛋白霜 我们以中速打开打蛋器 然后在几秒钟之后呢 调为中高速出现大大的鱼网泡的时候 或者是蛋白液开始变为不透明 加入第一次的细砂糖 继续打发 蛋白泡变成小小而细腻的泡沫的时候呢 加入第二次的细砂糖 同时将打蛋器降为中速 不要用过高的速度去打发蛋白 这样的话其实后续并不是很稳定 而且也失掉了细腻的口感 同时呢 这里有一个重点 打发蛋白霜的时候 可以将蛋白盘稍微倾斜 这样能够增加它的打发面积 另外持有打蛋器的这一只手呢 也要相对的带速 你这只手的转动的速度要尽可能的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当表面开始出现纹路 持有打蛋器的这一只手呢 也能够感觉到阻力的增加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最后一份细砂糖 如果你经验较多 在这个时候呢 你再继续打发个40秒到1分钟 不需要提起打蛋器 你大概就能知道 此时呢 正处于中性发泡 也就是蛋白霜基本稳定了 如果你是用后蛋法制作戚风蛋糕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理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这一款蛋糕呢 是用鲜蛋法来制作 而且我们最后需要一个爆头的效果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蛋白霜呢 打发到干性发泡 或者叫硬性发泡 提起打蛋头呢 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尖角在上面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状态 第五步是蛋白霜和蛋黄糊的混合 我们摇起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作为泡灰 加入到蛋黄糊当中 这一步的混合效果呢 就有助于最终的融合 一旦这两样混合不均匀的话 最后做出来的蛋糕 可能有的地方就是湿湿答答厚厚的 然后有的地方是虚虚的 而没有味道 这样的蛋糕就当然是非常不理想了 用蛋糙进行混合的话 效果和效率都会更优 混合好之后呢 将面糊倒入成有蛋白霜打蛋盆 进行最后的一个混合 要尽可能快的将它们混合好 前提是一定要混合均匀 不要让蛋白消泡了 如果消泡了 那就不是戚风蛋糕了 就可以知道我们前面 为什么要对蛋白霜的稳定 做那么多功课了 如果你是需要制作大尺寸的戚风蛋糕 我很建议你戴上一次性的乳胶的厨房 操作手套来用手指代替蛋抽进行混合 效果非常好 第六步面糊入模和送进烤箱 面糊倒入模具 腌图模的话会比较难操作一点 都倒入之后呢 是需要震模的 将面糊内部的大空气给震出来 提起模具一边转一边放下 操作两三次即可送入烤箱 记得烘烤要计时 否则前面都白费了 第七步在蛋糕出炉之前呢 我们要准备好晾网 或者是其他晾凉的工具 烟囱模可以直接依靠它的烟囱筒来进行倒立 但我还是会把它架在啤酒瓶上 增加散热面积 减少水汽堆积对口感的影响 普通戚风蛋糕可以放在这样的量网上进行晾凉 蛋糕从烤箱出来的第一瞬间 就是要提起它从离地面30厘米 或者台面30厘米的高度 让它摔下去 再进行倒扣晾凉 蛋糕一定要等到完全降温之后 再进行脱模和分片 切开蛋糕之后 在蛋糕组织里可以看到香蕉的纤维 这款蛋糕果香浓郁 深受我们家小朋友的喜欢 下面这个配方是我制作奶油蛋糕 生日蛋糕会用到的一个戚风配方 是我使用最多的 这也是我七八年前 就是一气呵成功课戚风这个难题的时候 当时调整出来的一个配方 也在不同的烤箱当中尝试过 屡试不爽 以及这些都是我用这个戚风蛋糕 配做过的一些奶油蛋糕 后蛋法蛋糕的制作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前面发过的视频 就是抹茶炒莓奶油蛋糕 以上内容就是我关于戚风蛋糕 压箱底的经验分享和总结 文字部分呢 其他配方建议大家看一看 相信通过这一支视频呢 能够帮你打通戚风这个关卡 关于戚风如果在视频当中 有未详境的部分 欢迎你在评论区提出问题和建议 想看我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也可以告诉我 那这一支是我满怀热情和诚意 制作的视频 希望你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送个小星星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关注我 谢谢你的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